自從先生當了市長之後 我也覺得它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現金 在裡面以備不施之需 陳貝琪接受特定媒體專訪 揭秘客家兩個神秘保險箱 裡頭裝有百萬現金 是供緊急使用遭質疑 邏輯不同 以一般常人來講 爸媽留給小孩的 或是緊急使用的 其實基本上都會放在銀行帳戶裡面 前放保險箱 還得配合營業時間才能取出 若真的急用存銀行帳戶 靠陳貝琪熟悉操作的ATM提領 勢必更便利 而百萬現金依規定得申報 律師拆解 柯家人心思 陳貝琪的講法 本質上就是違反經驗法則 根據監察院公開資料顯示 兩人財產申報 現金欄位多年空白 2014到2016年 沒有現金申報 之後兩年申報十萬以下現金 2019到2022監察院網站 不是僅存目錄 就是空白 選總統時 現金申報又恢復空白 就連珠寶 古董 字畫等財產欄位也是如此 但陳佩琪也認了 這些都在保險箱 民眾黨出面澄清 珠寶價值未達申報標準 對於百萬現金卻隻字不提 有民眾黨人士受訪指出 現金是選後才放入 不過陳佩琪開頭就說 先生當上市長後 就放入少量現金 說法不攻自破 三線新聞周圍智 為問宣傳 將軍委特別報導 請問宣傳